大家好,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 当我们忘记家里的无线网密码时 只要我们打开微信就可以随时查看我们的无线网密码 如何操作,下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首先我们需要打开设置 打开之后我们找到无线和网络 在这里面我们打开无线 点击我们所连接的无线网 它会立刻弹出一个二维码 我们截屏 然后我们打开微信 点击右上角的加号 找到扫一扫 我们从相册当中选择刚刚截图的二维码 大家可以看到 它会立刻将我们所使用的无线网以及密码显示出来 是不是非常的简单呢 这样的话我们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家里的无线网密码了 第二点,当朋友来家里做客 可以直接扫描二维码就可以连接无线网 是不是非常的简单方便 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希望这个小技巧可以帮助到大家更多精彩 请关注灵动生活 再见